相机的出现让我们记录下了无数难忘的瞬间 同时也让我们记录下了一些奇怪的画面 如果不是被镜头记录下来 我们很难相信这些事曾真实的发生过 今天就让女人和大家一起来看看 这些镜头捕捉到的奇异的画面 你能想象在俄罗斯的冬天 人们的下班回家之路有多么的艰难吗 画面中的女孩走在薄冰覆盖的路面上 无数次的站起身来 一名男子偷偷来到了一辆车子旁 看到里面的财物贼心似体 于是他捡起了路边的砖块 但让他没想到的 这个玻璃竟产自中国 如果这条马路上没有安装摄像头 你觉得男子的伙伴们还会相信他说的话吗 视频中的这头猪因为贪吃闯下了一个大祸 本来相信人们也很难想到是一头猪造成的这一切 可惜这里安装了监控 一位顾客正在超市柜台结算他刚买到的东西 这时却发生了地震 顾客立刻被电源拉进了柜台 碰上主人走路玩手机这种极度不文明的行为 就连男子的手机都羞耻得想找个送钻进去 一名俄罗斯男子的车撞上路边柱子 接下来让我们见识下战斗民族独特的修车方式 是不是很像小时候修玩具的你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停车拉手杀的重要性 不然你可就要破费了 男子在里面下滑肉 也许觉得只吃肉营养会不真凡 于是他养了群灾我就看了 接下来的电影并不是亲自拿着红电影 而是来自两名极致的小偷 想可以看到这画面的电影是崩溃的 女孩正将屋子里的水果一香香搬到车上 不料却引来了皮肤之色 这让去开车门的女子发了失色 终于相信在酒吧当服务员的女孩 酒量一定都很好 男子的房子被红水之后确实是惨不容易 反而更悲惨的事故还是够好 希望下次你在酒吧 一顿的房子可以把脑子也带上 这名男子可能信奉大的出奇迹 这只流浪狗这里你还在做什么 可恶 没有窜头 你永远不知道这个手托车 在这个夜晚经历了些什么 让我们来看看 猫咪有多么喜欢把东西 从高处推下去 尽管那是她的同伴 一群劫匪在嘉零站 及其名店员直接被抢劫 而他们乱乱想不到 警方立刻推动了银行警员 把加油站围的水器捕换 一只老虎模仿人类的样子 前往一家超市的银购 吓得过客连钱包都不要了 这种家庭章 躲存这个男子 银购的接近完 ähr连5.340的伴奏 当这名保守销处员 全都行个科 切削了自己的批评 在一个前任节的夜晚 网友一旅寻找爱情的小夫 在佳琴去用品商店 乱口ố写自己的开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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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他们在警察来到之前都看得起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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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怕瞬间 这些女孩 随着一场地团队 因此 在苏州里面的家里一段时间 然后 也没有麻烦了 不然 女孩还有一些静态 她的风筝 想歪的情绪努力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欢迎点赞 关注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